冷了一段世界的认知是自己对所在宇宙的诠释 今天我大佐马要讲的故事 世界喜妙物语2006 15周年纪念特别片 与的来访者 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 出差下班后 姐姐在夜路上给妹妹打电话 她告诉妹妹听 今天因为工作出差 到了她家附近 并问妹妹是不是一个人 因为正好今天是妹妹的生日 她买好蛋糕 现在就准备过去给她兴祝 与此同时 还在和妹妹包电话周的姐姐 看见了路牌的警告牌 附近一带如今发生了连续的雨夜杀人案 死者都是女性 姐姐心生害怕 急忙叮嘱妹妹要锁好房门 出去的路上要多加注意 妹妹告诉姐姐自己会当心的 并反锁了门 随后二人挂断了电话 约定五分钟后相见 在独自去往妹妹家中的路上 姐姐路过一家便利店 这时她看到一对嬉戏打闹的小姐妹 让她想起自己与妹妹年少的往事 爸妈离去的早 只为他们留下一对红色手表当作纪念 姐姐新手给妹妹戴上 便告诉妹妹听 从今往后 自己一定会好好保护她 回到这 就被突然下血大鱼打断了 她见状想起刚才警告牌的警示 于是便加坏了脚步 小跑者来到妹妹家的门口 但给她开门的却是一个陌生男子 姐姐看着开门的男子 非常疑惑和慎重的问 你是谁啊 男子说自己是妹妹的男朋友 名叫郑志 姐姐虽然心有顾虑但还是进了房间 但却没有看见妹妹 便询问妹妹的下落 可郑志却有些结巴的告诉姐姐 妹妹说牛奶喝完了 去便利店买牛奶 马上回来的 随后姐姐打开了电视 可电视里还在报道着 夜雨残杀女子案 郑志进撞 赶马扯看话题 问姐姐想喝些什么 但找来找去也找不到水壶 姐姐进撞想去帮忙 可郑志非常紧张的拒绝姐姐 并打开冰箱想需饮料 但郑志刚打开冰箱就看到两瓶未开封的牛奶 立马慌张的关上了冰箱 改口说 哎 还是喝茶吧 在准备茶饮的期间 二人继续嘎聊 姐姐在这时开始试探性的询问起 关于妹妹的事 妹妹从来没有和自己谈起过谈恋爱的事情 郑志一听 则非常抱歉的解释道 也许妹妹还没有准备好 把我介绍给你吧 然后郑志询问起 姐姐今天过来有什么事 这让姐姐非常诧异 刚想说今天是妹妹的生日 在转念之间她想 如果她真的是妹妹的男朋友 怎么会连妹妹的生日都不知道 就在这时 旁边电视开始播放起 杀人犯的外貌特征 主持人报道的每一个细节 都和家中这位男子十分吻合 于是转头和正视说 妹妹出门买东西太久了吧 怕她有危险 想要出门接她 可正是说了一堆非常可疑的话 并阻止她的外出 就在这时 电视又开始插播最新消息 一名女子刚刚遇害 这名遇害女性手上 有一块红色手表 看到这里的姐姐 连忙发信息给妹妹 这时 另一个房间传出手机的铃声 姐姐非常迅速打着马婚眼说 哎呦喂 妹妹出门又忘记带手机了 她是个老毛病 还是没有改 面对这样的情况 正是举着刀 威胁姐姐 不要在房间里乱晃 这电视报道和脑补的画面 不断充斥着她的脑子 随后姐姐也管不了这么多 立马冲进房间 却看见妹妹倒在床上 此时 电视里又报道着 杀人犯就在刚刚被逮捕了 一旁的妹妹跳起来 笑着说道 哈哈 姐姐上当了吧 正是这连忙解释说 开这种玩笑 真的非常抱歉 原来这些都是妹妹 想在生日当天 给姐姐一个惊喜 因为她想把证实 带给姐姐认识 知道真相的姐姐 终于松了一口戏 三人就来到客厅 准备兴祝生日 就在这时 姐姐看了眼自己的手表 手上的手表也突然裂开了 而她的脑中 也不断闪过奇怪的画面 里面是一个之前 路过便利店员工的片段 妹妹这边 也接到警察局打来电话 他们告诉妹妹听 你姐姐在医院里 咽下了最后一口戏 妹妹难以自信地看着姐姐 忙问 哎 你的手表哪去了 姐姐沉默不语地摸了摸 手上手表的位置 此时她全身也变得湿答答的 原来姐姐在路过便利店的时候 就被在里面工作杀人犯盯上 并尾随将其杀害 而因敌死羁绊许下的诺言 即使已经死了变成鬼魂 也还是要回来陪妹妹度过生日 之前她脑补画面的受害者 不是妹妹 而是自己 姐姐看着妹妹找到自己的归宿 非常满意 因为终于有另一个人可以代替自己 保护妹妹 妹妹看到这一幕悲痛欲绝 但对于姐姐来说 这是欣慰的 最后她转身 消失在那深夜的余力 并在生日蛋糕上点燃蜡烛 为妹妹心生 故事结束 从天而降滋润大地的恩哲之语 伴随天雷勾动地火的黄怒之语 被人们称之为系列的伤心之语 那么本篇主人公所遇到的防语 是什么语呢 我想应该可以称之为改人心魄的自愈之语吧 与之防者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一键三连多多支持下我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